Copy的話就會有問題 這個是一個Man 然後我們後面再來 這個是Source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如果要Copy我的Source的話請你按上面的開啟 開啟來之後再Copy 否則的話你貼上去 像剛剛有同學貼上會有很多的 有沒有換行 一直給你換行 那 開啟之後這樣貼上就不會有 就不會有錯誤了 OK 好 那底下的話分別就是 再來一個Layout 然後自算資源檔 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什麼 就是新增那個我們的GDD 01底線chard 有沒有 然後按create 按右鍵 記得按右鍵 程式碼 置換實作方法 然後再setContainView 那這個setContainView這個方法 如果你要自動讓它出現的話 你可以打個lays 點 它會自動跳出那個方法 這樣的話會比較省的 有時候你會背不出這個setContainView的話 有這個方法 然後再註冊 註冊的話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剛剛特別注意 這個 記得是選這個頁面 然後再去把它登記進來 這樣就完成了 那後面呢 才只是剛開始而已 因為後面呢 我們還在完成什麼 等一下的就是說 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按下計算 它能夠自動幫我帶到下個頁面 並且怎麼樣 幫我計算出結果 把BMI結果算出來 把它的評語帶出來 然後按回上一頁 它又可以回到原來的頁面 那這裡面的話 才是 難題的開始 因為要寫很多東西 OK 然後這個部分我們等一下 上課再來看好了 畫面已經還給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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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